好,下半年的指數你看怎麼走呢? 還有有什麼板塊值得留意呢? 其實你問我第二季,我都完全撕光,真的看得不對 我一直都是一些比較... 覺得中長線分住收窄,短線覺得難炒 但是短線其實我都覺得還是難炒的 但問題就是炒的很弱勢很差,如果真的不對我炒 所以你問我下半年,你問我指數怎麼走 我自己覺得都是走一個range,上落格局為主 好過美股的,如果你對後市經濟前景有信心 你覺得環球央行會搞定的,或者經濟沒什麼問題 大不了就跟經濟一起攬炒 你有這樣的投資心態的話,在港股上分階段收窄 兩萬點以下,大力少買東西 這些位置,如果真的完全沒有貨,分一點收窄 沒問題,有貨就繼續拿著開心一下 但是如果你突然間抱到很短線的情況下 就會很容易出現升的時候 市場因為說衝景,最壞是有異果 然後就是墜進去,跌了 那些東西明明是不行的 出了營景那段時間 可能說全都放進去,好像剛剛之前說的信義系那些 可能說負面知識一段落的時候,你又才開始會害怕 那你就會經常出現一些叫做高買低估狀況 所以我覺得第一方面,下半年你問我指數怎麼走 我覺得行range上落格局為主 那些位置很大,18000至24000 現在在20,000樓上的位置 任何短線直播率,或者你買完之後 不打算做太多東西的 或者你看得很短線,很關心股價走勢 那類型的投資者 就自求多福 市又未必真的太差,可能我真的太過悲觀 但情況是不樂觀 現在種種客觀因素環境上面 都告訴你,是不樂觀的 只不過就是這十年來環球 金融市場的資金很氾濫 很多時候很容易出現一些 很誇張的技術反彈 有些什麼板塊留意 港股好些 你都是圍繞著各賊庫次,消費 總之都是一些政策支持的板塊上面 有些什麼電動車 內房 科技監管那些 就是科網平台 都是留意簡單些 都是一些強制板塊 但是剛剛提到的,升了很多 你的水平去追 你面對著20-30%調整幅度 是沒有什麼特別的事 所以我覺得這一刻 如果你留意那些強制板法 最好是派出一些分柱收集的階段 即是履歷基本因素 那些實在很堅定 即是你看三五七年計 是的,這些位置買的可能還有數 但是如果你一注過,市場開始轉差 可以發現市場太過一廂情願 那些東西開始轉 特別你講的,記住政策扶持的那些板塊上面 是很依賴政策的 簡單一點這樣說 政策可以說轉又轉 那這件事就是很難去衡量 所以我覺得暫時來說 就是短線要留意的板塊我真的沒有 甚至如果你說一注過的那些投資者 我比較主張就是建議你躺平 什麼都不要做,少做少錯 那不要看到太短線 我會這樣說 但是如果下半年來講 這個指數如何 我覺得走range 抱著一個心態就是 當去到兩萬點以下 就可以大力點買東西 買一些穩陣的股份 但是如果你在說在這些位置的時候 你短炒就不斷提高自己的指贈指施位 Kelda就想問一個比較 broad的問題 那他就問你下半年哪個板塊值得留意 那剛才節目開始的時候 你都說過可以留意一下車和內房 但是他這個問題就是想問 策略上應該是保守還是進取呢 還有他說收息股和增長股的比例應該怎樣 我其實覺得暫時來說 所有策略都是以保守為主 收息股其實很廣泛 華人股也可以收息股 中電動也可以收息股 神話也是收息股 神話也是收息股 中電也可以收息股 所以我覺得收息股 就是我覺得這一刻剛剛說 買股票要買得深深一點的 就是大約你知為何要買這些股份 究竟買背後的原因 剛剛說不同的收息股 理念都不同 神話啊883那些就是能源價格高期 他們有個很穩定的現金樓 怎樣都派到股息給你的 純粹現在面對著的問題就是 年初資金升了很多 現在開始驚驚驚衰退了 股值才開始做個調整 但是如果你說買收息股 買一些公用股的那一類型 就是說你還要想財息兼收很難的 那些純粹就是短線會破 所以你說這一刻收息股 不是百分百穩固的 你要做財息兼收其實是很難的事 但是如果你說純粹 只是它派到股息就可以了 那你就買中二棟 883那些 那些一定派到股息的 但是你要做財息兼收 就是一件很難的事 如果你要做財息兼收的話 這一個最簡單的策略就是 分住收集 我覺得可以 就是你剛剛說的那些 防守性股份 但是都有一個穩定的盈利前景 例如中二棟 883那些問題 所有東西 基於增長股也好 收息股也好 但是前提 有一個穩定的盈利前景 但是你會發現 比較強勢那些 好像883 1088那些 開始高位調整 所以一定是要分階段去收集 你不可能一主過 所以策略上都是偏保守 下半年都是圍繞著買科網股 或者內房股 或者剛剛說的那些能源股 或者旅遊復甦的相關股份 我覺得跟上半年 我比投資主体一樣 因為我們說 所有部署策略偏長 不會突然去到下半年所有的轉變 反而當市況 真的出現一些很大轉變的時候 可能烏和局勢的改變 或者地緣政治因素的改變 中美關係的改變 或者突然間通脹的壓力 導致環球央行的策略的改變 你才想去執行投資策略 所以半年 其實是否一個很關鍵的點 去改變的投資策略 是這麼多 沒有什麼分別 所以我覺得暫時說 投資策略上跟以往一樣 暫時說 偏長線為越 偏保守 很多東西升了很多 上來高位的時候 更加不要賣太多 但是完全沒有貨在身 又不是一件好事 因為可能真的是我太過悲觀 這樣就 handling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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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